妈妈给我送了一袋素苗籽 然后准备把整个家乡给画下来 今年刚上大一 然后还没有什么收入 然后我就买了条围巾给妈妈 当做天年的礼物 等我大学毕业了 出去工作了 有个人收入了 然后再给妈妈买漂亮的衣服 好冷暖的这样好不冷了 我妈妈在村里面学做直播 就是为了宣传家里面村里面那种传统文化 然后给她买了个手机支架 让她更好的直播 年寄回来好多好多啊 这个是我在学校里面 寄学给我妈妈买的棉袄 然后因为之前下学的时候 她年老的话我就快递 然后寄回来给她村 天年的孩子都是一件衣服 我们的亮布衣服牵扯一百年 要两三个月做财产 我给我儿子买了一把卤生 希望以后她能把这卤生文化 传承下去 你们长大了要教你水亮布吧 好吗 我年年在田里面养鱼 等孩子们回来过年少一次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小伙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